今天我们后退一步 最近朋友圈因为美国封锁中心通讯的事情炸开了锅 一派人拍着胸脯说这是好事 迟早中国要造自己的芯片 只要万众一心就能办到 另一派人哭散着脸 说咱们被美国一见封喉了 就凭吃补贴的人去起哄 造出来的芯片也没人买 我说后退一步是想说 全世界第一大的芯片厂 难道不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了吗 1931年出生于宁波的张忠谋 战乱中逃难去香港 然后在哈佛 MIT拿了本科和硕士 又在斯坦福拿了博士 一路做到德州仪器副总裁的他 1987年创办了台积电 张忠谋不正是我们要找的芯片大王吗 张忠谋的台积电确实也是政府给钱造的 据起说1987年国民党出资1亿美金 荷兰菲利浦公司出了5800万美金 请张忠谋 成立了台积电 不过了解芯片行业的人也学会说 台积电是制造芯片的工厂 芯片的设计 依然是由欧美公司完成的 有人问过张忠谋 为什么台积电不自己设计 18年前 他对纽约时报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 我们的教育系统是官办的 我们特别擅长制造很多 有基本技能的工程师 甚至比美国大学搞出来的工程师还优秀 可是他们没有创业精神 也没有创造力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系统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它必须发生 就在过去的12个月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芯片运算能力可以有多密集 这一件事情上 此处审略一万个字 台积电的新技术已经超越了英特尔 就在此时 台积电的整体市值 也首次超过了英特尔 虽然87岁的张忠谋 能来大陆帮这边的中国人 造芯片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别人总是在过去30年 走出来了一条路 具体的说 就是在做高级间的事情之前 先得等教育系统发生改变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 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